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羽毛球的雅思组合 雅思组合在这次的巴黎奥运会上 在混双项目当中拿到了金牌 把三年之前在东京的遗憾做了很大的弥补 而且应该是今天说双喜临门是吧 应该先恭喜 就在三个小时之前 在我们开始录像三个小时之前 黄亚琼收到了人生的重大的好消息 这还是得恭喜啊 谢谢 现在有一种传闻啊 说整个羽毛球队都知道这事 就你们俩不知道 是真的吗 刘雨晨在求婚的时候 然后我跟边上的那个队里的工作人员说 哇 我说什么情况 他说就你俩不知道了 他们都知道了 都在一起在准备什么花什么的那些 就你俩被蒙在了鼓里 是的 主要为了让你们专心准备比赛 是没错 然后还有也是惊喜嘛 惊喜如果让我知道万一我 你就怕自己躺不住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想告诉我 最主要是要给他压球一个 这个这个惊喜 确实惊喜到了 真正实现了赛场成绩的大满贯 拿到奥运会这块期待已久的金牌的那一瞬间 是什么感受 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词可以去形容这样的一个开心和快乐的那种感受 然后所以我们 其实要上领奖台之前 其实我们俩感觉脑袋里都是有点懵懵的 夺冠的那一刹呢 我更多的是发泄吧 就是其实当时我其实有好多好多声怒吼 然后把就是心里这些情绪积攒这些东西全部发泄出来了 终于结束了我就感觉自己躺下来就感觉这好像已经是我最浮夸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的一个庆祝方式没想到更浮夸的 在这边 那是肯定的嘛我肯定要比你浮夸 主要是他这个持续性好长 我都已经起来了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 他还在那蹦蹦跳跳然后指着这个摄像头在那边 显得我多尴尬呀 因为我确实当时确实太想发泄了 然后呢就是曾经在我自己的那个那个那个市场里 但我不知道亚琼在干什么 但是我就记得我那个余光瞄到亚琼亚琼躺地上了 亚琼平时好像不躺地上了吗不怎么躺地上了 然后我就觉得亚琼应该也是释放 虽然说他那个不像我那么激烈 但是在他那个程度里已经算是很释放了 我就说让他帮我整理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是想留一个画面就是弥补一下东京的遗憾 上次挂的是银牌 很心酸 但是这次我希望就是这个画面能够重新去刷新一下 这个在领解堂上的这个互相挂这个奖牌的画面 对 这个三年其实从东京走过来到巴黎 这三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中间也拆队 然后又重组 也是起起伏伏 这三年间对于你们二位来说 各自觉得经历最困难的时刻 或者最困难的事是哪一件 亚琼 对于我来说的话 拆队那一段时间肯定是最困难的 因为你要面临和新搭档的一些磨合 然后你再去比赛 然后还要再去抢奥运积分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状态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觉得多重困难在这边摆着 其实自己当时我觉得还是 不是特别有信心 对就看不到 看不清前方的路的那种感觉 对 其实那是一个对巴黎的金牌有所动摇的时刻 对 思维最困难的这三年是哪个时间 我觉得也就是在猜队的那一段时间 是我觉得是我直接剩下的最低谷吧 虽然说那个时候想的是重新出发 但是东京的遗憾吧 还是伴随了我们很久 到了全运会我们实力 到了市领赛一轮游 到了后面猜队 猜队完之后 其实我自己的自信心状态 其实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 然后我自己那段时间 伤病也还没有恢复 又是在这个心理跟身体 就双重的这种 就是逆境下吧 就是自己就是觉得 比如说那段时间就是 有想放弃的念头 最后怎么就是感觉 就是重新这个振作起来呢 就是说 就不要想到奥运会了 因为当时22年那个时候是亚运会 他说 因为亚运会在我们杭州嘛 在我们自己的老家 他说 那我们就先打打看 先打到亚运会吧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想着 不能所有的事情 全钻在这个羽毛球里 然后呢 想着自己学点英语 然后呢 正好那一年 艾登也怀上了嘛 然后慢慢的艾登出生 然后好运也开始随之而来 然后我们又开始重组 然后就一切开始就是顺起来了 对 人当爹之后 是不是性格又挺大变化呢 我觉得变化在于相对 有一些柔软的时刻 就是之前就是一个很刚的人 就确实比较就是 就是充满血性 就是现在的话 就是角色会有切换 就是我 就是想要有血性的时候 我会把那个 那一面的正思维调动出来 但是呢 可能除了那一面之后 我自己会柔软下来 对 像之前的话 就是可能太刚了一点 就是那种 是不是 你说到这的时候 亚熊频频点头 你说的对 在场上也是嘛 就老上头 一上头就开始一顿猛失误 现在的话 能够压得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了 确实比之前要好很多了 因为其实这种改变 确实我觉得也是 当爹了之后才有的改变 然后很多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稍微有一些改变 然后他的责任心 然后在场上的一些行为 其实我觉得都已经就是 比当爹之前要好很多了 对 谢谢 下一个我们能看到的 明确你们俩会继续战斗的战场 是哪里 今年总决赛 对 在杭州 因为我觉得这个总决赛 又是年度最后的一战比赛 然后又在我们的这个家乡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 内战肯定是会准备 然后我们希望大家 他们面前有一个好的表现 再次感谢雅思组合 今天聊的确实非常的愉快和开心 我们也看到你们带着极好的心情 和五环之约在这里畅聊你们的未来 另外呢 人生都打开了新的阶段 也祝愿你们未来人生偏图 变得越来越完美的情况底下 继续助理你们的职业生涯 谢谢 谢谢 谢谢